哈喽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又轮我值班了 在家里吃了饭 然后打开手机上线的第一个单 接到的就是到这个小区 柏林小区 这个小区虽然说是在我们的 相当于是在市中心了 紧爱的因着西大街 西矿街这边 相当于市中心的位置 但是却是我们送外卖的洗手 我们不喜欢来的一个小区 非常不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区 我们不能骑车店 你看大家也看见这个环境了 刚才我送外卖过来的路上拍的 他正在施工 到处都是土 树移工业地的 而且他里面的小区 刮刮 或者土 而且他里面的这个小区 你要是说人家那种不让洗车店的小区 那里面是绿化的特别好 修的就像公园一样 所以不能洗车店 我们能理解 但是这个小区我就理解不了 你看这路都宽宽的 而且是吧 正在施工也不好走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 这送外卖的行上车子进来呢 从大门口走进来 走到最后面的那个楼 怎么也得五分钟 来了连上 上楼下楼 还有七层高灯的楼 哎呀 反正是网板 把十分钟就最少没了 我就想为什么像这样可以骑车界的小区 为什么就不能人性化一点 是不是 我们送外卖的也是给你们 给这小区里面的人民服务了吗 是不是 我们骑上车又不是说是大量的送外卖的人 会来 个别的点了这外卖的 是不是 可以允许我们送外卖的洗进来 是不是 完了 他收餐收的也快 然后我们送外卖的也不用那啥 我觉得让我们骑车界的话就是 人性化了就非常的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小区 所以我们当骑手的一般都不喜欢来这小区 我们都喜欢直接可以骑车界的 送餐方便的那些小区 这跟远近没有关系 哪怕就是在这个小区的大门口取上餐 那我送进来我也 这单我也不愿意接 我也不想要 可是不接也不行 派给你就得 就得给他送了 美团外卖转单求助 请及时查看 这是你抓的 好吧 好的 OK 好好的 好好的 你这个辣椒 好好的 今天是3月28号 我送外卖的第六十八天 我回来了,今天回来的外卖 现在已经是要开期间 十点四十一一刻 你忽视了你 十点四十六分了已经是 十点四十六点已经 大家开店之后,今天肯定有胆量不错 初了,你们秀初了 今天胆量还没有,这天都得了 没有这天的多 这天跑了五十五胆,今天跑了四十七胆 而且今天的生活距离都很远了,都是越胆 这个胆子少的时候,距离普遍却越 所以说,距离一半就近了 我发现了,就是一半天,一半天都带着的 今天周一,周一带着一下就有手了 9点半的时候就想往回走了 9点半的时候,我手里还有两单 我把那两单送来,就送杯回呀 送来的时候是差不多9点50 不是,张众杯,拿着设计特点像的侠协 张帝和侠协 又来又来 又来又来,又来又来,顶尖又开 外口来塞 外单里,哈哈哈哈 外壳蓝山 罗局也是罗局的 罗局也不能说是罗局 罗局也不能说是罗局 鸡棒说罗局也不过罗局也不过罗局的人 罗局比外壳蓝山的罗局也不过罗局 外壳蓝山就是一些的锅弩场 外壳别 盖子的话冲到外壳蓝山里 这都要一套红花楼吧 知道了 一些的锅弩场 那一天一天是锅弩场 现在改成外科蓝山小区了 从那个地方再往南 在我南又到了数据一锦里 长了一锦里 西红柱 在我南就是太坏了 直进是刚才长了一锯里 到了一锦里 刚才是海岳 所以 别别的内单 内单的那个 白眼还卡车 还帮到四来往中 所以再回来就吃汤 九点白的大腿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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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回来今天回来再去吃点 10次 10次的 老公给什么皮带 我给你吃呀 就刚刚大家说的是 那今天没团的话 规则给盖了 不用按摩在每天打卡上线了 以前每天上线的时候 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头点一个打卡打卡 现在不用打卡的 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三月份的这个日程出勤表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绿色的 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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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从跑到外卖以后呢 我是一天都没有休息 每天都在努力跑 所以一直跑到今天28号为止呢 我全部都是正常 我没有一天不正常过 这句话好像说的有点问题 无事 咱们不说这个了 就说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 哪里改了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26号 看一下26号呢 他打卡还是要求 首次打卡 末次打卡 然后在这两个时间段内 只要打了卡 只要你在线打了卡 他日程他就会显示的是正常 所以以前的吧 他要求可能比较笼统 但是从今天开始 他就细分化了 看全分成这个各个时间段的了 然后在每个时间段 他都有对应的这些分值 要达到人家要求的这个 在线时长 还有完成单量 这些 你才能拿到这个分值 那么正常的需要买了九分 正常的就是说是全天需要买九分 半天的话需要买五分 你才这个地方估计才会显示正常 如果说是这里显示异常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全情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争取 让每天都保持这个正常 我到这里呢 就是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那今天细分化的这个时间段 你看这个时间段 你看 这个时间段从晚上十二点就开始算了 算今天了嘛 从十二点到两点是大夜班 然后两点以后就可以去 没有了 休息了 一直到早上七点就又开始上班了 早上七点是我们的早班人员的上班时间 不管是夜班 大夜班还是早班呢 我都没有上过 这些呢 跟我关系不大 所以呢 我只要努力把十点以后 十点到晚上 十点中间的这些时间段 我只要把这努力完成 那么我的日程就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三月份就剩下最后的三天了 我要努力加油 咱们一起看看我三月份到底能跑多少单啊 大家觉得这个时间段对于你来说 完成有没有难度 你觉得这样设置好不好 好